可以看到这场骚乱在首都的巴黎入夜后局势基本是平静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来看我们本台驻当地记者精亮在香榭里舍大街发来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 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是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凯旋门 而凯旋门下一边是正在高度戒备的警察和安保部队 那么今天晚上是法国骚乱进入的第六个夜晚 但是政府方面仍旧没有减少安保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投入 那么根据内政部的消息 今天晚上将有四万五千人的警力不妨在全国各地以应对骚乱的出现 那内政部长就强调执法和抓捕的力度要和前几晚是要一样的 要对骚乱者实施一个尽快的行动 那么这一批的四万五千人的警力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做了轮换的 因为此前有警察表示 连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工作是已经精疲力尽了 那么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香气里士大街大街上 可以看到在地铁的这个主要的出口处 是有警察在把守 对这个出来的这个行人 有可疑的人员要进行一个盘查 看看他们有没有带一些危险的物品 而我们在来的路上也观察到 香气里士大街两旁的这个大多数的店铺 尤其是奢侈品的商店的橱窗 都已经做了防护措施 例如用这个木板或者是整块的一个铁丝网加固等等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这次骚乱的局势正在朝着一个趋缓的方向发展 那么并且今天呢 被警察枪杀的这个少年的亲人呢 也发出了一个呼吁 要求骚乱者呢 停止无理由的打砸抢 那么通过合法的方式 为死者寻求公平 让局势尽快恢复平静 以上就是方黄卫视记者金梁墨也 在巴黎发来的现场报导